新装头衔礼办公处宣导防治登革热 为了感谢李明的参加 礼办公处就特别发送了专用的垃圾袋 借此要鼓励大家携手做环保 而立章表示 其实平日只要做好环保工作 大家的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配合区公所登革热防治宣导同时 新装头衔礼办公处则号召职工 准备将这些专用垃圾袋发送给李明使用 里长叶建宏说明为何以垃圾袋当作宣导品 主要和这三种作用脱离不了关系 为什么会发垃圾袋 因为垃圾袋很好用有三用 第一是我们有那个 你去买东西可以带我们装垃圾袋去买的东西 对对对后来再来堆垃圾 垃圾我们将军一定要分三行 一样是我们的厨余 一样是垃圾 一样是有机分得清澈 平日做好环保生活一定更加美好 这项防治宣导活动 李明只要带着户口名簿前往理办公处 经由志工核对资料无误之后 而服罪热心的里长也将亲自发送两个专用垃圾袋给李明 感谢配合参加防治宣导之外 也借此鼓励大家携手做环保 至于李明在拿到垃圾袋的时候看法一致 宣导品和生活十分贴近有加分效果 今天领到垃圾袋因为家里都有在用很实用 历美厅历建宏 因为他在做这个登革热 防治宣导 他做得很好 所以他现在有发送我们这个5公升的垃圾袋 这个5公升很好用 我们在法家庭都用得到 不要说我们乡亲没用这个装用垃圾袋 用根本是黑白丹 应用我们的这个头经的环境的卫生的清建 拜托我们乡亲大家来配合 大家的环境更好 大家来做环保 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好 头前里属于工业和社区混合式的住宅 经由里长叶建宏长期的用心整理 四周环境优美 里长强调其实户外的废弃轮胎 接水容器等等的物品 人有赖里面一起来清除 才能够防止登革热的发生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